欢迎来到今天的云端世界 在地表上 很多国家都有火山 但其中火火山最多的国家之一 就是纽西兰 包括一些火火山 它根本是在海底 只有那封顶露出海面 中年冒着白色的烟雾 看起来非常的神奇 就在纽西兰北岛的外海 就有这么一座岛 它叫做白岛 估计估计过去200年来 它爆发的次数超过35次 是一个非常活耀的火火山 就那个封顶露在外面 但也因此吸引了无数的游客 前往岛上一探究竟 它们深圳是很危险 但情愿付出高达4000美元以上的代价 只为了那环岛一游 拍下终身难忘的照片 但就在9号的中午 正在有40多名游客 正在岛上巡游的时候 突然这个火山爆发 是不是真正的爆发 只是它涌出了大量的蒸汽 跟火山灰尘 但下时间天地变色 当场八个人死亡 另外救出人当中 八个人也先后死亡 目前还有20名伤者 因为严重的灼伤 正在跟生命的搏斗当中 当然事后出现了非常多的检讨 包括这个私人岛屿 怎么如此任它观光 三个星期之前就得到了警讯 但游客为什么还可以在上面周游 但不管怎么样 那这一切的检讨之后 这个岛可能还会继续开放给游客 纽西兰毕竟是个冒险之国 而冒险的人还会继续走上冒险的道路 比海包围 蓝蹄映衬 眼前这座披着一层薄薄绿的小岛 就是纽西兰怀特岛 它是造物者留给世人最惊艳的旅游圣地之一 登岛一望 这纽西兰境内最大且最活跃的火火山 常年上演着精彩的火山剧场 旅客近距离看到火山泥浆滚沸腾 黄色的硫磺结晶集成在同段冒烟的喷气孔旁 岛上中年就像这样白叶鸟绕 Yisland 怀特岛或白岛之名 就是因此而来 不同于其他火山景点 怀特岛最特别的是 沿壁包围着低于海里面的火山口 登岛旅客不用跋山爬射 就能轻松深入绝美险境 重力景色自然天成 搭上旅游噱头 在这个全球最容易观察的火火山里 人人带着探险心情 要把美景尽收眼底 却忘了脚下踩的是一头 随时会醒的巨兽 9日下午2点11分 火山真的爆发了 今天一爆 浓浓白烟和火山会直窜天际 船上直击的旅客30分钟前 还站在火山口旁 没想到仙境移成地狱 美国旅客拍下这段画面 众人拼了命跑进船舱 躲避四散的火山灰和有毒气体 到船内隔着窗再看怀特岛时 浓烟吞噬整个岛屿 不,不,不,不 我们沿ź舰步半钟 一时差不多 十分钟后 我们在酒店进入 了点 进入 后边 参加 重量 另外一位幸运从岛上逃离的浓布金斯 谈起所见所闻 拒绝害人 我們可以看到 有些人在水上 有些人在海岸 所有人都很可怕 皮膚掉了 很多人叫聲 有些人叫聲 叫我離開 我燙了 無人居住的懷特島 是逢夏日旅遊旺季 島上還有47個人正在遊覽 來自七國的多數旅客 多是搭這艘海洋里站號郵輪 到附近觀光 火山爆發前一分鐘 監測影像還拍到部分旅客 列隊朝火山口前進 這時能救一個是一個 附近汽艇船隻 補護煙霧大量噴發 趕到島上救援 救難直升機也塞及取緣 火山爆發後 從空中秒看懷特島 一是灰蒙蒙一片 近看更不得了 火山會把山頭全部染白 前線救難人員 個個看上了眼 像我看到 陳奈布爾的小型 全部都在封鎖 很誇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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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個傷患躺在單架 被救護車緊急送醫 路空救援十萬火急 送醫的民眾多因火山爆發時 超過攝氏兩百度的高溫灼傷 燒傷面積都是百分之三十幾條 那些病毒的病毒 很多病毒的病毒 施法後 紐西蘭總理阿爾登 憑上火線 當天先是召開記者會 說明災區封鎖訊息 和初步掌握 更親自到搜救隊 感謝救難人員的無私 稱他們每一個都是英雄 隔日又和警方現身聯合記者會 談到死傷最多 打24人的澳洲公民 他以我們的澳洲家人稱之 對受難者溫暖告慰 這天在國會報告時 他更誓言 一定要對境內的旅遊預警機制 嚴加審視 他口中的難題就是 這起意外最大癥結 是誰能決定民眾能否登島 長期以來 遊客或研究人員 會依據紐西蘭地震網 發布的火山地質警戒報告 以及偵測數據等 作為登島參考 但是這裡是個問題 我們找到一個報告 我們找到一個報告 只有一星期 發布的報告 這是從GEONET 當然是新西蘭 調查情況 在美國的報告 減少的火山地震網 繼續發布 超級火燈 燈 所以這請問 為何讓客人到那裡 開始 火山警戒 共分五級 自九月起 懷特島就一直處於第二級 也就是具有火山戰鬥的情況 與潛在 噴發危險 更不可思議的是 最後能不能登島 竟然是由唯一一家旅行業者 全權判斷 紐西蘭政府 根本無法把關 正因這是一座私人島嶼 1936年 懷特島被地主 巴特爾家族買下 在1952年成為私有風景保護區 產權專屬 與巴特爾家族經營的 瓦卡阿里查斯這家公司 2000年 火山噴發期過了之後 島上便積極開發為登記制的 上島觀光和研究 最近一次火山爆發 就在2016年 當時沒有人員傷亡 擁有絕對的登島礦製權 旅遊公司還主打搭船登島 能看見海豚悠遊 搭直升機也OK 上島前每個人都得簽下生死狀 意思是 風險自負 業者不管 不含接駁交通 每人登島約停留一小時 費用約台幣4500元 是高價郵輪的水沛行程 礙於火山爆發後 懷特島仍有輕微震動 現場更充斥有毒氣體 救援隊伍遲遲無法搜救 13日 登島後兩天內分別在島上 找到六具遺體 海上也巡獲一具 最後一位失蹤者 恐也雄多吉少 澳洲軍機則負紐西蘭運輸商 患回國 意外發生至今已有三位病患 熬不過死神召喚 加上巡獲的失蹤者遺體 零難者已達15人 事發後 美國警方以朝刑事責任 展開初步調查 登島申請網站也通通關閉 當民眾為死傷者悼念的花束 越能越多 當地的悲傷也越來越濃厚 多日後圓條懷特島 火山白煙已舊未檢 這個曾讓旅人 心致嚮往的夢幻景點 至今已被死神和死機盤踞 這次爆發的是天災還是人禍 但願最終能給傷亡者一個公道 別讓他們把探索這世界的期待 都葬在那個最美也最危險的懷特島上 火山寢訝 火山主播報獸 火山 火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